在这一个 这个才正确 再来的话呢 字的大小 它要求 这没有要求 在文字阴影 然后段落字中对齐 文字阴影 阴影的部分在这里 然后 再来的话呢 段落字中对齐 段落只有这个 点一下就可以 接下来的话呢 背景套用图片 那背景图 其实除了说 可以从那个 我们之前讲的设计里面 找到背景之外 按右键也可以 右键这边就有格式背景 所以其实我 比较建议你们 用按右键的方式 那图的话 你可以直接从档案 这个地方点一下 去找到C碟底下 会有一个 我们要的档案 这个档案的话 它要我们是这个 这个 按插入就可以 然后按 这个地方按一个 全部套用 这样的话 按关闭就可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第三 第四题的话呢 就针对这个做动画 那动画怎么做呢 在动画里面 有个叫自定动画 自定动画点下去 接下来新增一个什么呢 动画 它要求我们有 总共有效果一 效果一的地方 还有效果二的地方 有两个效果 所以第一个呢 婆罗转 强调动画效果 所以这边的话 当 强调 所以这边的话 记得是强调 强调里面有个陀螺转 有没有 陀螺转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它要求我们呢 第一个就是呢 与前动画同时 所以这边改成 与前动画同时 720 所以这边改成 720旋转 速度的话是中 好 第一个就完成 第二个的话 缩放 是什么时候呢 是进入 所以这边 进入的时候 你就找到缩放 其他效果 其他效果里面 找一下缩放 缩放 其他效果里面 找到缩放 有没有看到 缩放